视觉场景 在歌曲《如愿》中 古人幻想的飞仙 与航天员隔空牵手 竹梦太空的现实场景 与古人对浩瀚星穷的遐想 交相辉映 七夕的祝福 我觉得就是 最棒的一个祝福就是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歌词不记住了 反正就是能够相陪 慢慢到老就好 我觉得是最好的 太感动了 今天周深不仅 给我们带来签名照 现场还给我们送上祝福 还唱了一首歌 必须加倍的奖励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小礼物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手绳 打开的就是 本产品经验合格 本来想展示一下 打开了合格证和干燥剂 可以展示 很开心 谢谢周深 我们晚会见 周深好消息不断 周深带着他的新歌 新电影 新综艺 新舞台 新挑战 来了 8月4号 由他客串出演的电影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上映不到半天 票房就超过了一千万 对于一部文艺片来说 这个成绩很不错了 由他为这部作品演唱的歌曲 后来没有你 也曝光了MV 非常好听 另外 在今晚的七夕晚会上 周深将作为嘉宾 带来独唱歌曲 如愿 8月4号 在这个特殊的节目中 央视曝光了七夕晚会节目单 大咖云集 星光璀璨 让不少网友期待不已 整个节目单来看 观众比较期待的几个节目 有周深的如愿 王兴林的 《那年夏天宁清的海》 和张杰的《爱人啊》等作品 这几年 周深在重大晚会上的表现 都足以用经验来形容 期待周深今晚的演唱 今晚7点30 央视三套播出 共寻中国式浪漫 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于今日正式上映 这部影片中 周深包揽了所有OST歌曲 编尾曲《追赶春天的人》 主题曲《你的样子》和遗憾曲 《后来没有你》已全部上线 有一首歌就是经常会吹在我脑海里 时间太着急 催着我离去 还没来得及 说声对不起 只是后来 再没 因为你都快唱完了 就是这首歌 这些歌曲在周深的声音中 娓娓道来 唱进了男男女女的感情阶段 而周深在电影中也有亮相 数字触屏影院大幕 依然星光翼翼 不过后来《没有你》 作为影片遗憾曲 选在七夕节上线 也着实让人有些意外 这首歌曲表达的是感情的遗憾 而七夕节是男女牵手见面的日子 情感的反差 反倒觉得 在这样的日子里 需要更加珍惜彼此间的感情 后来没有你 周深像极了爱情最后一首歌 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遗憾曲 对那些像许一样正在犹豫中的人去喊话吗 对我觉得不要喊话吧 反正后悔的也是你 就像电影里面 他们因为犹豫错过了 甚至你都不觉得他们有没有错过 因为你觉得 他们好像一直又陪伴着彼此 但他们却又这么疯狂的错过 你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感觉 就是不要让 不要给自己留下这样的意义 由周深一人承包了所有的OST 可以说是给足了歌迷们福利 花一张电影票钱 就能同时获得一部好看的电影 和周深小型演唱会 简直是双倍的快乐 周深也在先前发布的物料中透露 这部电影看到最后是真的会哭 截止到8月4号下午3点半 首映票房已突破1000万 看过电影和今天供应的人 对这部电影纷纷给予好评 表示电影氛围节奏都很好 不老套 故事也讲得不错 非常值得一看 周深有多火 一场线上预约演唱会 不到一天的时间 超越之前的总和 在没有任何官方出来认领 周深及工作室也没有任何宣发工作之前 就算是这样 预约成功的粉丝都觉得很高兴 整个米刚热闹非凡 直到今天 各种官方消息才扑面而来 越来越多的听众 知道了周深要举办线上演唱会的消息 但是没有人能想到 会有这么多人 都在关注着周深的线上演唱会 不到一天的时间 预约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了 加油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难 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的 你一波 而上温 陪茫木的出流 我背入囚 而却消瘦 把灯整鱼 你太贵 也爱我 陪我爱 爱的出流 只一米酒 舞蹈我空 心也随过 不 把心子入梦 耶 快来交作业吧 8月6日晚8点 想到你身边 抖音夏日歌会 记得和朋友一起来看哦 时间逗留回两年前 还记得晚安明天见的线上演唱会吗 那是周深独立门户之后的第一场演唱会 有70多万人预约了那场演唱会 时间兜兜转转来到今天 还是周深的演唱会 但是只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已经突破当时的预约人数 而且人数还在蹭蹭上涨中呢 当时不少人纷纷预测说 这应该是周深最火的时候 谁能想到两年之后 周深依然还活跃在观众面前 而且越来越红火 看着他如今如何的风光无限 邀约歌曲与综艺不断 国民好感不断上升 那都是本该属于他的东西而已 幕后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管过程如何艰难 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 未来的日子我们一起走 接下来就搬好小板凳 坐等8月6号晚8点 抖音的线上演唱会吧 我爸妈离开之后 没有人会在意我 我在意我 我也在意你 你喜欢什么样的吧 再去打扰你 只能越远地 都到现在